大家好,现在呢我在我们新的这个工作室的客厅 然后随便倒视了一下后面 然后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近期的共分享吧 然后也是一些穿搭的分享 因为已经停留没有跟大家就是分享专门的这个穿搭了 然后也是攒了很多我非常喜欢的一些单品 然后有之前去欧洲买的呀 然后还有陆续我在网上还有我收到的一些产品 那我就来今天集中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后所有的产品信息呢我都会打在视频下方的信息栏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就可以去查看一下 其实今天呢还是可能会有一些回音的问题 但是就是我们试了很多种方法 就是已经尽量的把这个回音问题想到最小了 我们已经把门都开开了 就希望可以就是改善一下这个问题吧 但是应该随着我们装修完啊 然后把这些东西都摆好了以后 应该会更会更好一些 就希望这个期间呢大家可以就是忍耐一下吧 那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视频吧 今天想跟大家还是以最原始的那种购物分享的形式分享吧 就是我坐在这儿然后拿衣服然后跟大家说 中间呢也会穿插一些我是穿的片段什么的 因为我觉得坐着说其实我会更自在一些吧 我今年是特别特别喜欢米色加大地色 然后这件呢就是基本上就是极其了我今年很喜欢颜色 有米色棕色还有这种姜黄色 而且它的这个衬衫的面料呢其实属于那种像丝质 但它不是丝的 有一个缺点就是稍微有点容易皱 但是如果你有那种挂烫机啊 就稍微穿之前运一下 其实还是我觉得值得的 因为它上衫真的很好看 然后对还没说它袖子的部分也是我很喜欢的这种藏蓝色 其实我觉得这件衣服就是既可以休闲的时候穿 然后其实衬衫的款式嘛再加上它颜色不是那么的高调 其实上班通勤也是很合适的 冬天的时候其实我个人比较喜欢在里面贴身打一个底的 我在很多衬衫里面都喜欢加一个这个 一个是起到有保暖的作用 其实这种丝真的就是风一吹就透 所以你在里面加一个这个就很暖和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你这样把这个扣子稍微截下来一点 有一点V领的效果 然后再加一个高领的话 穿上也会更时髦一些 我搭配的是一条灯心绒的裙子 我觉得搭配的技巧呢就是一定要 因为它是高腰的嘛 所以你一定要把上面的衣服 要不然就选的是短款 要不然就是这种衬衫 它是可以噎进去 然后露出你的这个腰身的 这样子呢就是会把你的这个腰到这个胯的地方的线条显示出来 不会说你如果配一个很大的衣服的话 它显不出你的腰身的时候 你就会下半身像一个桶一样 就不会很好看了 像是它的面料就很厚实 然后穿上也比较舒服 像是黑色呢 你里面来搭配一些打底袜啊 其实穿上都是很适合秋冬的 而且它的长度呢也不会很尴尬 然后你配一个稍微长一点的靴子就很饱暖嘛 下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一件皮衣 我相信如果看过我的微博啊 Instagram啊 微信什么的 一定都见过它无数次了 因为它我觉得算是我今年秋天入手的最值的一件单品吧 然后它是一个纽约的很小众的一个品牌 叫Vida 但是Vida呢它开始就是从制作皮衣开始 然后之后会有一些其他的比较像休闲 或者这种比较酷中性的那种衣服 然后它有一个副牌 这个牌子呢它的性价比比Vida要更高一些 然后它的皮衣呢基本上是Vida的半价左右吧 但是我觉得它的质量还有它的款式呢 就没有说是它的一半那种就也非常的好 一般的皮衣呢可能会太像那种机车的感觉 但是这件就是它比较休闲 就它的风格没有那么强 所以你很好去搭配你现有的一些衣服 像是一些西装裤啊 然后一些长裙啊 其实大家看它都是可以搭配得上的 下面一个我想分享呢是一条西装裤 然后这条西装裤呢 其实我在网上看到的时候 它的颜色会比这个稍微再浅一点 然后我收到以后呢 其实它是那种非常非常好看 很高级的那种雾蓝色 其实我会更倾向于这种稍微深一点的这种蓝色 其实更适合秋冬一些 它的那个面料手感非常好 就是完全不会皱的那种 就是按说一般这种西装裤是挺容易皱的 而且它的面料的厚度也是很好的 像裤子呢开始我看到的时候 收到的时候我会以它的腰比较大的 其实它的腰的大小是刚刚好的 然后它的长度其实我觉得也是 反正对于我的身高来说呢是完全合适的 而且我觉得它的穿上以后裤型就不是那种松垮的 让你觉得你很邋遢的感觉 它还是那种很潇洒的松垮 它有一个外缝的裤线 这样呢就是正面看呢就会比较立体一点 立体感好 然后呢还有就是你在叠衣服的时候呢 其实你会很容易的就找到这条裤线 然后你叠的时候就比较方便一些 再加上它颜色 然后正好搭配我的皮衣 就是一种皮衣就是很小很紧身 然后很利索的感觉 然后裤子呢就是比较潇洒 很随性 配上这个Seline的这双鞋 我觉得就是比较干练 很适合秋天的一个look 下面一件我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今年我穿到最后的一件衣服 就是这件 这件其实在上一次那个装修视频 最后我也穿到了嘛 因为我觉得就其实冬天 大衣或者保暖类型的衣服的选择很少 你要不然就穿羽绒服 要不然就穿什么皮毛一体之类的 皮毛一体和就是这种 就是外面这种仿皮毛的这种衣服 其实我觉得颜值都是比较高的 就是你穿上以后又保暖 就是又不会说 完全就丧失了时尚感这件事情 所以呢就这两种衣服 是我比较首选的 然后今年呢我发现的这件就是性价比非常高 然后并且真的很保暖的一件 因为它真的很厚 虽然说它是仿皮草 但是不知道大家能不能透过镜头来感受到它的柔软度 真的非常软 它的毛光滑程度就很像真的皮草 而且它完全不会掉毛 很多那种皮草它都是比较容易掉毛的 它是那种稍微有一点点长的款式 就会到你的胯或者就是大腿以上吧 就不会那么短 所以我觉得宝满程度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起码我就到12月应该都是OK的 12月 对我觉得到冬天都没问题的 而且呢它的颜色也是我很喜欢的墨绿色 如果说它的那个仿皮草做的很假的话 它就会透着一种很诡异的光 但是这个就不会 这个就很自然 比较容易让上半身会稍微显得有点臃肿 因为它毕竟是比较厚 而且它的毛都是那种榨起来的 所以呢就是在搭配的时候 我觉得大家可以注意几点 第一点呢就是里面最好要搭配紧身的 起码是这种紧身的针织衫 如果你不喜欢穿这样的 可以穿那种衬衫啊 或者说就是稍微轻薄一点的单品 你可以做很多轻薄的单品的叠穿 就例如是这种针织 外面搭一个薄一点的衬衫 裤子的方面呢 最好是选择这种稍微长一点的喇叭裤 其实这个裤子 它那个实物会更好看一些 因为我那天洗了一下 然后它就有点皱 今天我怎么运它也运不好了 烘干了 对烘干了以后就有点皱 就大家见谅一下吧 大家这条裤子 是我今年算是穿的最多的一条裤子了 我非常喜欢它的裤型 所以呢它会把你的小腿视觉上好像拉的更长了一些 如果身材比较娇小的女生也是可以尝试这种裤子的 千万不要觉得裤子长就会显得你人矮 你如果稍微搭一个有一点点根的那种靴子 你就会立刻显得腿非常非常的长 这个真的是我觉得建议小个子的女生一定要尝试的一种搭配的方法 这包呢是我上次在法国的时候买到这个Snell的包 超喜欢这个包 我觉得这个包也已经变成我最近利用率最高的 因为它就是既可以装很多东西 而且呢就搭配的造型来说呢也是非常适合秋冬的 然后下面这件衬衫呢我已经迫不及在穿上了 因为我忘了要拿起来说了 不过就无所谓 我觉得穿上也是可以给大家展示的嘛 这件呢也还是就是延续了大地色系 就是棕色这种咖啡色 然后搭配这种蜜白色 但是这件呢它的面料和刚才我介绍的那件衬衫又不太一样 这件呢我觉得它面料质感会更好一些 会稍微厚一点 然后没有那么容易皱 而且呢我觉得它这个衬衫的细节做的也非常好 看到很多复古的衬衫上面都有类似这样子的设计 然后它是这种小的高龄 它的领子的地方呢其实是深色的 我觉得其实更适合就是更多的出色 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打底衬衫来穿 也可以把它单穿 然后像我今天呢就搭配了牛仔裤 还是这条牛仔裤 就真的非常的百搭 我想起来它给我什么样的感觉 它给我的感觉就很像Chloe 就是那个设计的风格还有颜色 就是有一种很文静 然后又有一种很复古的那种感觉 对吧 你有这种感觉吗 点头一挡算 那不对它是这样吧 想跟大家分享这个包 这个包呢是罗雷雷的一个包 因为今年就是他们的这个最很经典这个puzzle 又出了很多其他的就是秋冬的颜色嘛 然后这个呢其中是我最喜欢的一个 我觉得对于我现在的这个很多大地色的衣服啊 或者说秋冬的衣服搭配它来说都是很好的 其实它的容量我觉得真的还不错 嗯我有的时候坐飞机的时候也会带擦然后它还有一个这种带子 其实我平时比较少用到这个带子但其实它呃 它是属于那种手提和这个肩背都很好看的这么一款包 所以我觉得能用到它的次数 大家介绍另外一件外套 因为我还没有穿过 刚刚刚刚刚收到了这个 嗯这件衣服呢就首先收到以后 就觉得它皮质实在是太舒服了 它其实它的款式呢是属于比较偏风衣类的 中长款的吧 所以就是各种我觉得身高穿它应该都是没有问题的 怎么样 打起 nice 抗拦 抗拦吗 抗拦吗 对了吗 没有啊 昨天我刚穿的 没穿出去 有笑话的 哈哈哈哈 帮助我接穿过 它是把风衣和皮衣结合的比较好 然后它的这个长度呢也是大家都可以接受 肉色这种 如果你比较喜欢那种鸡上的感觉 它有个腰带 其实我觉得这种红色皮衣 其实它本身风格啊 或者说颜色已经比较强烈了 我觉得里面就搭一些基本款 就是大家平时都会穿的 例如黑色的牛仔裤啊西装裤 就是搭配一个皮衣就 完美 这个内搭呢是今年优衣库U的这个系列 然后我觉得其实优衣库U的内搭性价比都很高 而且我觉得在秋冬来说就是利用度会非常高的 就是它不是那种你一看就啊你看这件衣服真好看 但是呢就无形中会陪伴你很多天的那种内搭吧 这件就是这件呢就是我买了一个棕色的 然后它的领子呢就不是我平时喜欢的高领 但是我觉得可能对于更多人来说会比较合适一点 因为我知道很多人他不喜欢高领 而且今年的颜色我觉得选的也很好 我觉得算是棕色加橄榄色吧 很适合搭配一些像你藏蓝色大衣啊 或者说我下面要介绍的这种米色 这件呢其实是去年跟大家介绍过的 但是去年刚一介绍 然后可能它的货也不是很多就都卖完了 所以很多同学就很遗憾没有买到 然后今年我看居然它们又上架了这件衣服 然后想说那正好就我觉得今年呢 其实这这样的衣服也很多 所以就还是比较经典百搭的吧 所以今年我又把它翻出来穿了 而且这件呢我觉得就是也是属于性价比很高的那种 你随手拿上一件然后搭配了就可以穿 然后它的里面呢是应该是那种类似仿底皮 或者仿什么皮的那种 但是它不是真的那种皮啊 但是它保暖效果肯定没有我之前介绍的那个仿皮槽好 但是我觉得像是还没有到冬天或初冬的时候是完全OK的 其实这件衣服感觉它质感也挺不错的 然后它的扣子呢是这种黑色的 你看我都穿了第二年了就是它的质感呢其实还是 没有变化 没有变化 其实还是很好的 就是长度来说啊 然后还有它的风格来说 我觉得算是一件很日常 然后不太会挑人的款式 然后我今天呢就把它内搭呢搭配了这个棕色的这个内搭 呃优衣裤U的 然后裤子呢还是就是我每年冬天都会穿的这个牛仔裤 J Brand 然后呢鞋呢是我今年9月份 就在十方周的时候穿的这双鞋 大家应该已经见过很多次了 就不多说了 我觉得它来就是搭配一下这种比较可爱的外套上衣 就会有一种就是这个鞋看起来就是比较犀利的那种 怎么说比较酷比较犀利的感觉 亮面方向 对亮面然后方向就比较有个性 然后就是搭配一个看起来很萌的这种上衣的话 就是风格结合一下还是挺不错的 而且就会觉得腿啊什么的比你显得比较好一些 下面一件呢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条裙子 是H&M的一个环保系列 因为很多人会觉得就像高阶品牌它环保啊什么的 其实他们也有在做一些就是改变吧 我觉得这还挺好的 这个呢就是环保系列的概念就是他们用一些再生材料去再加工 开始的时候我看到其实没有说特别的惊艳吧 但是仔细看其实它还挺有那种中国风的感觉 整个裙子呢是比较长的 但是它这边呢有一个开叉的设计 我觉得它这个质量呢真的算是H&M的所有系列里面就是很好的了 就是基本上我觉得可以和那个Studio系列就是定列的那种 然后我个人是挺喜欢这样就是打一个蝴蝶结的 然后我这次呢搭配的是一个V-Link的这种比较宽松的毛衣在外面 原因一呢是我觉得这样比较保暖 二是V-Link毛衣是很好可以露出它这个细节 并且呢V-Link其实也会就是拉长你的脸部 会让你的这个脖子会显得没有那么短 今天的靴子呢搭配也是一个重点吧 这个也是时装周的时候我穿的这个靴子 它特别特别好好走 虽然它看起来呢是这个比较高的一个根吧 但是其实真的非常的稳 而且呢今天我搭配这个裙子呢是有灰色的这种灰蓝色的感觉 所以搭配这个靴子就很合适 我觉得这个靴子它很好的一点就是它的靴筒真的设计的非常的好 就是可以把你的脚踝显得特别的纤细 就是它是我试过的这种像是袜子的袜靴里面就是显得你的腿型最好的一个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的小腿不是说自己特别满意的话 其实比较建议搭配长裙或者说搭配裤装来穿 因为它的这个靴筒的部分还是比较紧一点的 好啦这个就是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所有内容 所有到平台信息还有我穿的号码我都会打在视频下方信息栏 大家可以去查看一下 上周没有跟大家录视频也是给大家抱歉一下 因为上周呢我在出差 然后也是进行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项目 下周呢会跟大家揭晓 然后也希望大家下周 周一的时候也可以密切的关注一下 我相信大家会这个觉得这一周的等待是很值得的 嗯 然后还有就是想大家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想关注我的生活可以去关注我的微博微信Instagram 嗯对然后那就让我们下周一再见 拜拜